今天我要给大家解读的书就是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如何面对内心无数的困惑 寻求真正的自我 是本书的主题 这本书的作者罗洛梅是一位极具开创性的心理学大师 现代心理学有三大流派 第一大流派为精神分析 代表人物有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 这个学派主张研究潜意识中的心理秘密 第二个流派是认知行为学派 他认为人类的心理问题是由错误的认知影响行为造成的 之前我们已经告诉过你关于控制焦虑的书 阿尔伯特埃利斯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三种是存在心理学 由罗洛梅等人创立 罗洛梅早年跟随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导师佛洛姆·阿德勒 二十世纪中叶 他开始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等哲学内容 注入到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中 因而被称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 这种自我探索是罗洛梅早期作品中的一部经典作品 其创作背景为二战后美国 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处于快速的变化与发展之中 快速变化带来了不确定的因素 同时也容易使人们感到不安和痛苦 我是什么人 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怎样 人们发现 原本简单的问题 现在却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人们如何才能不断地获得自我发展 最终实现自我 罗洛梅在书中给出了答案 这本书对当时迷茫的民众来说 无疑是一记镇定计 再过半个世纪 我们再来看这本书 就会发现 罗洛梅关于自我探索的洞察力并没有过时 今天我将分三部分给大家解读这本书 第一 当代人们普遍存在哪些心理困境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重建自己的力量 第三个问题是 人们在社会中是怎样寻找自己的 好了 先说第一部分吧 当代人们普遍存在哪些心理困境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罗洛梅认为当代人最普遍的心理问题就是空虚 空虚就是指很多人不仅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而且通常也不清楚他们的感觉 这种空虚感最初在五十年代 美国中产阶级中蔓延开来 每个工作日早上 他们都会准时起床 坐同一列火车上班 在办公室里做同样的事情 在同一个地方吃午饭 每天给餐厅服务员同样的小费 晚上坐同一趟火车回家 他们通常养育两到三个孩子 拥有一座小花园 每年休两次假直到退休 正是这种年复一年的机械生活 使他们的心灵变得更加空虚 无论做什么事情 似乎都是简单的完成任务 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耽误 做事情却只注重形势 毫无内容 更别提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精神世界了 所以 人们往往会用物质来弥补心理上的匮乏 比如坚持买最贵的 买最好的 做最好的 然而事实证明 这些外物只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不再相信自己 能够改变自己 影响他人 影响环境 从而使人绝望 所以呢 人们慢慢地开始依赖于外界的某种权威 而不是由内心决定要做什么 但是由于长期缺乏稳定的自我内核 人们对自己和追寻的东西一无所知 这大概是空虚造成的后果 在罗罗眉看来 孤独是现代人心理上的另一大问题 如果说 孤独只有一个词 那该是什么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置身事外 我想你一定不会陌生 在盛大的宴会上 人们衣着光鲜 互相敬酒 却永远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和表情 人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但谈的都不是真心话 而是八卦和利益交换 有一次 我的一位客人告诉我 他喜欢应邀参加这样的聚会 但实际上 网会本身并不能使他感到愉快 而且他在聚会上 也很难交到朋友 可是他说 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因为他向我证明了 我并非那么孤单 可是 在这样的聚会中 能够真正投入进去的时间 并不多 更别提享受人际关系 带来的乐趣了 多年前著名的 存在主义哲学家 克尔凯·郭尔 就曾描述过这样的情景 他说人们做任何 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转移注意力 听听嘈杂的音乐 目的是驱散对孤独的思绪 就像每一个州的森林里 人们用火把和工具的响声 驱赶野兽一样 只不过现代人 想要驱赶野兽 与生死无关 而是一种 无时无刻 不在孤独中的恐惧 为了减轻孤独感 人们必须努力 使自己被社会和他人接受 那就是做任何事情 都要讨人喜欢 因为只有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追求 才不会寂寞 这也是 现代社会成功的 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一个人得不到别人的喜欢 那么 这个人在社会上的竞争 将会一败涂地 然而 正是这种努力时 我们更加接近失去自我 因为在人际关系中 为了避免失败 我们往往会非常功利 仅仅是为了确保 自己不会被孤立 或者被人追捧 这种关系形式 并不是一种深层次的联系 更不用说滋养自己的灵魂了 可以说 我们为了摆脱寂寞 却使自己更加孤单 下一步 当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是挥之不去的焦虑 焦虑是什么 罗罗眉用生活中的一幕来说明 当我们穿过一条 车水马龙的马路时 我们被卡在中间 进退两难 心跳加快 视线模糊 行动迟缓 完全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也不能到达安全的彼岸 总体而言 焦虑是一种困顿感 一种深陷其中的感觉 当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威胁时 就像得了某种疾病一样 他对自己的健康 产生了极大的忧虑 很多时候 焦虑是没有客观原因的 就像是有一种无形的 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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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出的 让人紧张的东西 这种情况下的焦虑 是神经正性焦虑 我们经常会遇到心理治疗 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焦虑 焦虑会破坏人的感觉和认知 使人难以清晰地 思考和行动 什么使人感到空虚 寂寞 焦虑 啰啰梅认为 人的心理问题与社会进程密不可分 现代社会变化太快 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 人们很难找到安全感 内心的力量极度匮乏 让人只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人 一个人的感觉 一个人想要什么 一个人应该做什么 这种适应和顺从公众和他人 构成了我们社会的道德秩序 因此 放弃坚持内心的想法 转而顺从外在的力量 才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必须生活在匿名的权威之下 比如公众的意见 媒体的报道 政府的决策 于是 我们继续寻找外部环境的终极解决方案 希望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 来弥补心理上的缺陷 想要解决一切问题 可越是渴望 就越是痛苦 洛洛梅在1950年代 发现了美国人心理上的两难困境 至今仍具有参考价值 毕竟我们生活在信息爆炸 真假难辨的时代 世界各地纷争不断 加上经济动荡和萧条 生活中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 越来越少 因此 我们的触角向外延伸 试图寻找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但是这样 反而使我们更加迷失自我 如何重建内心的力量 寻求自我 下一部分 我们将谈到这一点 洛洛梅认为关键在于 成为一个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 简单来说 自我意识 就是对自己是谁 做什么 想要什么 有基本概念 心理学家认为 自我意识 是一个人区别于 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 一只喜欢玩球的狗 可能每天都在等着主人来陪它玩 但是 它可能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一只狗 也不会去想它喜欢玩球 然而 人们知道它们是谁 它们为什么玩球 自我意识稳固的人 应该是人格独立 心理成熟 有明确的思考方式 行为方式 以及对自己负责的能力 以工作为例 一个有坚定自我意识的人 并不认为这是一项任务 甚至是一种压迫 相反 工作可以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既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也可以做一种 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 如果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 人们就会陷入困境 有个年轻人来找心理医生 但因为论文写不出来 一直没能毕业 随着治疗的深入 治疗师发现 问题出在他自我意识薄弱 这个年轻人常常觉得自己 失去了自我 快上初中的时候 妈妈还会帮他穿衣服 拉上拉链 必要时 家长为了避免孩子受到欺负 会跑去学校向老师施压 妈妈经常在儿子面前 喋喋不休地诉苦 到了青春期 妈妈也不让他跟女孩子交往 再大一点的时候 父母就开始 给他安排相亲对象 在来之前 他已经搬回了家 和父母住在一起 以学校的环境 对他的论文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无法从父母 尤其是母亲身上分离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 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会回到父母身边 依靠父母 心理上的退缩 这也是为什么 他一直被原生家庭纠缠的原因 那么 人类在成长过程中 如何培养自我意识呢 这里 洛洛梅以精神分析为切入点 他认为稳固的自我意识 就是要确定自己是谁 想要什么 怎样做 因而刚出生时 与母亲是一体的 而他获得自我的起点 就是分辨母亲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想要什么 要独立 要独自玩耍 要远离父母的保护 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学习和探索 举个例子 一 两岁小孩学着爬楼梯 刚开始会摔倒 父母马上扶起他 慢慢地 不用父母帮忙 他就能爬起来 再试一次 直到有一天 他能自己爬上楼梯 这就是自我发展的缩影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清楚地认识到了父母与自己的不同 体验到了挫折 收获了学习的喜悦 发展了个人的力量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会经历几个关键时期的自我意识 而在这段时间里 父母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的孩子 很难管教 比如两三岁的孩子突然不听话 七八岁的时候也会惹人闲 然后就会进入叛逆期 在自我发展过程中 孩子们都在与外部权威 及父母进行对抗 从而清晰地划分人际界限 从而了解自己是谁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从而获得稳固的自我意识 洛洛梅坚定地认为 自我意识能否健康地建立 一方面取决于外部权威 能否给孩子提供有益的成长环境 另一方面 这种渴望成为自我的需求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只有建立了自我感觉和信心 才能更全面 客观地看待自己 看待世界 他有机会看到自己的长处 看到自己的错误 看到自己的偏见 看到自己的负面情绪 看到自己成长的必经之路 能够负责任地做出决定 这样才能达到基本的人格健康状态 好的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洛洛梅认为 人的自我意识与生俱来 是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一个标志 然而自我意识 能否顺利地发展与巩固 则取决于个体自身努力的结果 这一过程是自我探索的过程 然而 洛洛梅并未简单地将人类自我探索的历程 局限于个人层面 而是将人类自我追寻上升至更为广阔的社会情境 探讨人类自我发展的路径 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第三部分 解读人类如何在社会中寻找自我 尽管洛洛梅认为 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来源于缺乏内在力量 及自我意识的薄弱 那么 在这个社会背景下 人们应该怎样去寻找自己呢 在这里 罗洛梅不仅关注个人发展 而且关注全人类的发展目标 在他看来 我们内在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 是负责任的自由 一个人是否感到自由 并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在人群中不受他人影响 坚持自己 而不会影响他人 只有做到了这两点 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力量 简单来说 自由和不自由 都是一种社会环境 现代人对自由的理解其实很多 比如一些心灵鸡汤 笃定 自由就是权利 但罗洛梅却严肃地批判了这一点 他认为自由不是反抗理性的选择 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只有力量 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 举个例子 有些母亲 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能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 孩子就会反抗 会说不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成长空间 可是 这算不算自由呢 他曾经说过 只要坚持下去 就能获得自由 因为把反抗和真正自由等同起来 只会使人停留在反抗阶段 停滞不前 而且 反抗只是一种形式 他并没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事实上 他现在正处在一个矛盾的节点 还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方向 这并不能给他真正的自由 当然 也有一些家长 深受个人主义的影响 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孩子们 所谓的自由发展 他们说 孩子 你自己决定吧 但这样的教育方式 会让孩子们不知所措 他们觉得 父母对他们没有期待 他们也没有方向感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想不明白 也就是说 缺乏定义和规则的自由 也会使正在成长的孩子们 变得非常焦虑 因为他们 不知道该如何为他们的生活负责 因为他们没有做好充分的示范 那么 究竟该如何定义自由呢 众所周知 生命必然面临生老病死 这一自然规律 因此 绝对自由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追求的是 相对自由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 不能选择生死 不能逃避疾病和衰老 但在面对命运时 内在的自我力量 会给我们更多的选择 举例来说 六十年前肺结核是可以致死的 而且它会传染 因此 结核病患者必须严格控制 面对同样的疾病 人们对待疾病的方式 却完全不同 有人自暴自弃 坐以待毙 有人埋怨厄运降临在自己身上 有人反抗控制措施 有人慢慢接受了病魔的现实 在自我意识中探究真实的情绪和内在需要 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得病 思考疾病带来的影响 在生病之后 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 积极地接受了治疗 恢复了健康 因此 洛洛梅认为 真正的自由 是因为有自我意识 因此能够选择 并未选择负责 她强调自由并非贫空而来 也非外在环境所赐 而是人们通过努力获得的内在力量 所以 想要获得自由 就必须选择自我 这听起来有点拗口 说得直白一点 那就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只有这样 人们才能用充满活力和果敢的态度去生活 最终实现自我塑造 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生活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洛洛梅 关于自由的看法 她认为获得负责任的自由 是人们寻求社会自我的主要途径之一 谈完自由后 洛洛梅特别提出了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认识 哲学家们常说 人是道德动物 因为人有自我意识 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和局限 记住过去 遇见未来 因此 她并不满足于及时产生的利益 而是优先选择更大的利益 只是在将来某一时刻才会发生 出于同样的原因 她也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人的需要和欲望 她的选择既考虑了自己的利益 又考虑了别人的利益 道德是由无数自我意识稳定的个体 共同构建的稳定社会秩序 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力量 那么 什么样的道德 才能更好地适应 这个快速变化的新时代呢 洛洛梅的答案 是鼓励开创性的道德规范 所谓开创性道德 只超越权威和环境 具有自主创新能力 这意味着人们要达破常规 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里 洛洛梅用普罗米修斯 比喻普罗米修斯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偷取神明的火种 为人类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 虽然他违背了诸神的意志 成为权威眼中的罪人 但他的道火行为 在洛洛梅看来却是合乎道德的 因为他不遵从权威 遵从他人的意愿 而是通过独立思考做出决定 并对此负责 这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责任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 在这一部分中 我选择了这本书中 最重要的两个要点 那就是 如何在洛洛梅心中建立起 属于我们现代人的自由与道德力量 好吧 现在让我们大致回顾一下书中的脉络 洛洛梅认为 现代人的心理困境与当前的时代 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们的内心力量不够强大 就会随波逐流 而长期依赖外界的力量 更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空虚 孤独 焦虑 因此 人的自我寻求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更是人类回归自身本质的旅程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应该以发展稳定的自我意识为主 从社会层面来说 要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经典价值观 要有负责任的自由和开创性的道德 在洛洛梅看来 我们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 以及人类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答案已经超越了时间 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依赖外部世界 最终会给自己带来困境 那么人们就有机会超越时代的局限 找到心灵永恒的家园 永恒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指人们共同的精神追求 苏格拉底曾这样描述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在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里 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追求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认识自己 做自己 苏格拉底所说的 正是自我追寻的重要意义 有人质疑他说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上帝的城市 而苏格拉底则自信满满地表示 不管这座城市是不是天国 甚至是地球上是否存在 智者们都会按照那座城市的方式生活下去 与其他一切无关 在这里 我们不妨把家里解成精神家园 不断努力追求自我实现 这是我们心理上永恒的目标 洛洛梅以苏格拉底的预言作为本书的结尾 因为它浓缩了本书的精华 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 永远无法提供完美无瑕的环境 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 取决于每个人建立起的稳定自我意识 所以 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家园 想要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 站稳脚跟 就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 回归到人类的历史中去 获得一些古老而经典的价值观 从而达成某种精神上的共识 自由 责任 创造 我们重新认识 并学习这些品质 使之成为稳定的心理目标 建立属于自己的 超越时间的精神家园 这就是好人的自我追求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